好 这位一样黑色轿车呢 就在马路上高速行驶之后 就直接往路边撞上去 那不止呢 是直接撞回好几辆警动机车 还有一名行人是当场被撞 而这几车祸呢 就发生在今天早上9点多 新北市三峡介寿路三段 因为事发地点呢 就在派出所的门口 原警呢 是立刻外出坐处置 造势的驾驶是28岁黄姓男子 初步调查他没有酒驾 但总会办入失控 他就跟警察说 开车开到一半 太累打瞌睡 才会直接失控 撞了上去 那遭撞的是一名胖性男子 第一时间就气胸脑溢血 多处他臭伤 那时候之后就宣告不治 而自己事故 驾驶还撞毁了一辆 电动三轮车 还一座变电箱 遭毁损的警用机车呢 是一共有五辆 那除了刑事责任之外呢 他还得负起赔偿责任 至于是真的打瞌睡 还是其他原因 警方一定要持续离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